第811章,巅峰一战,随着声音落下,一名看起来只有四十上下的中年人已经站在了刚才正潮跌倒的花坛旁边。 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来的,除了叶末。 叶末昨晚神识只是略微带过,今天倒是看得很仔细。 这中年人见眉上条,头发乌黑,身材更是比叶末还要高出很多,将近一米九开外了。 脸型更是英俊无比,竟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帅男。 虽然叶末知道这个王门主的年龄肯定比风舞要大,但是看了他的表象,还是不得不承认他保养得很好。 因为叶末知道,他肯定是没有助言单吃的。 王门主,王院长,师兄,一时间各种打招呼的声音络绎不绝,王启剑显然风度很不错,所有和他打招呼的人都抱全还礼,并且不断地说欢迎来到九明书院。 并没有传说当中的那种唯武意图,别的事情都不屑一顾。 很多人将王门主和叶末比较了一下,这一笔就感觉到叶末有些小家子气了,还要让王门主亲自来拜访他,看看人家的气度。 王启剑和所有的人一一打过招呼,这才对叶末抱全说道,久闻叶成主风流倜傥,今天一件果然名不虚传啊,只是希望叶成主不要辜负了采集师妹。 采集听了王启剑的话,脸一红,立即上前说了一句,王师兄,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哈哈,王启剑哈哈一笑,将采集的话挡了回去,采集你能晋级先天,也算是一大机缘,我等会再和你叙话。 现在,我倒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教叶成主。 不得不说,王启剑的风度确实是不错,就是叶末也感觉到他的真诚并没有任何的造作在里面。 叶末抱全回了一下,但笑一声说道,请教不敢当,有什么问题,王门主就问吧,只要我知道的,并且想说的,肯定会告诉你。 王启剑似乎并没有听出来叶末话的那种语气,依然说道,听说当初葫芦谷还在的时候,叶成主去过葫芦谷,不知道是否见过任平川任凶。 虽然王启剑说得委婉,但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出来了。 王启剑的意思就是说叶末灭掉了葫芦谷。 叶末心说,难道这个王启剑还要帮助任平川报仇不成,却依然不亢不卑地说道,没错,我见过任平川,不过他已经被我斩杀。 知道是一回事,但是叶末亲口说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 当叶末说出亲手杀了任平川的时候,所有的鼓舞修者更是吸了口冷气。 当初葫芦谷的人平川和九名书院的王启剑,人称绝代双胶。 两人的修为都是顶级高手,不相上下。 没有想到,叶末竟然可以斩杀任平川,这岂不是说他同样可以斩杀王启剑? 果然王启剑听说任平川被叶末斩杀的时候,眼里露出凝重的神色说道,请问叶城主,你杀了任凶的时候,他是否已经突破先天了? 叶末点了点头,没有隐瞒地说道,是的,当初他已经突破先天了,只是刚刚突破而已。 但是他的双腿已经没有了,而且内伤未愈。 可以说,那一战对他来说不公平,但是我别无选择,我不杀他,他必定要杀我。 王启剑听了叶末的这话后,倒是松了口气,他再次问道,那么如果现在你和任平川遇见,他内伤已经痊愈的情况下,他是否是你的对手? 不是,叶末甚至都没有考虑,表情淡淡地说道。 王启剑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他看着叶末好一会才说道,你认为我是不是你的对手? 叶末再次微微一笑说道,你也不是。 叶末的话音刚落,九名书院的弟子已经不满起来,竟然在九名书院说王门主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叶末主也太过嚣张了一点,王启剑却没有不服气的反驳,而是皱着眉头沉思了好一会,这才对叶末抱拳说道, 我虽然知道叶末主不会说假话,但是王启剑终生就是为了舞蹈,哪怕是明知道不是叶末主的对手,也想请叶末主赐教一番。 王启剑的这话一说出来,在场的所有修炼鼓舞的人都激动起来,这可是顶级的比断。 九名书院的王门主是华夏尹门公认的第一人,而叶末主却是战绩标柄。 虽然他说,任平川和他打斗的时候已经身负重伤,但是毕竟叶末最后还是杀了任平川。 所以这两个人的比斗肯定是星球对碰,会燃起剧烈的火花。 没有人认为王启剑真的不是叶末的对手,他们都只是认为王门主只是在谦虚而已。 可以说,这是巅峰对决,也不为过。 叶城主,请吧,我们去演舞场。 王启剑的风度确实没有话说,叶末明说他不是对手,但是他丝毫没有任何的动容和不高兴,依然对叶末很是客气。 叶末要和隐门第一人王启剑比试,几乎所有的人都前往了演舞会场。 很快,巨大的演舞会场周围就挤满了人。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九名书院的,还有许多是来九名书院参加会议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愿意错过这场巅峰对决。 王启剑背着一把长剑,几乎是凌空跨过了数丈的距离,落在了演舞场的正中间。 他乌黑的头发,配合一米九的身高,从空中跨入演舞场正中间,就好像天外来客一般,潇洒自如。 顿时引起了一阵古武女弟子的尖叫声,此时已经没有人在一王启剑的实际年龄到底是多少了。 而那些男的,更是暗自下定决心,要将自己的修为提升到先天。 一想到了先天就可以和王门主这般的拉风凌空跨越数丈。 那是多么兴奋的事情。 叶末带着彩基来到演舞场,他已经看见了那名身材矮小的庞慧。 可见,他也在第一时间得知叶末和王启剑的比斗,所以也来到了现场。 叶末对庞慧的城府是暗自佩服,他竟然在明知道王启剑不是他对手的情况下,还来观看比赛,目的应该就是想看看自己的本事。 叶末见彩基只是看了一眼,庞慧就将目光移开,甚至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 但是叶末的神识已经扫到彩基的目光,几乎要燃起一团火了,可见他内心的愤恨。 彩基知道自己的愤怒太甚,他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叶末暗叹,这要有多大的恨才可以装作不恨啊。 他没有在想彩基的事情,而是让彩基在边上等着。 他独自来到演武场的中间,对王启剑说道,王门主,你请动手吧。 王启剑平静地看着叶末说道,我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了五道,所以在动手之后就是生死相拼。 在彼得之前,我想问叶成主一件事,我想叶成主应该不会无缘无故来到我九名书院吧。 叶末淡然一笑,他当然听得懂王启剑的意思。 王启剑是一个鼓舞的奉献者,他的眼里只有鼓舞,没有其余。 所以,一旦动手之后,他必定要全力以赴,生死已知。 也就是说,他认为他全力出见的情况下,叶末很有可能被他斩杀。 他问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就是,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可以说出来,如果你死了,我可以帮你了结。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我来九名书院确实是有事情的,我要杀一个人。 确切地说,要杀你们九名书院的一个人,但是我要很遗憾地对你说的是, 如果我死了,你也不能完成我的遗愿。 不是你不愿意,而是你做不到。 叶末相信,王启剑对他说那番话的时候,是真心实意的。 虽然他不想打击王启剑,却还是选择了实话实说。 王启剑眼里闪过一丝怒涩,他以为叶末不相信他一个舞者的承诺, 认为自己肯定不会杀九名书院的弟子。 但是他想错了,自己一诺千金,又如何不会做到。 就算是,他让自己自杀,他王启剑也毫不犹豫地做到。 因为,叶末能杀了人平川,就有资格和他对决, 同样有资格请他去完成一件遗愿。 但是他没有继续询问,既然对方不信任他,他也没有必要再说。 你的剑呢? 王启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舞者,就算是叶末不相信他, 他也不愿意占了叶末的便宜。 第一就问叶末的剑,叶末摇了摇头,却没有说话。 王启剑就算是修养再高,也忍不住了。 他不再理会叶末的摇头,手里的剑带起数道剑花, 每一道剑花都夹杂着剑芒在其中。 这些剑花和剑芒交接在一起,犹如一朵璀璨的烟花一般向叶末覆盖而来。 这些覆盖而来的剑芒烟花,瞬间又在叶末的面前爆炸, 转眼将叶末淹末其中。 他决定一开始就拿出真正的本事,逼得叶末拔剑。 如果叶末不拔剑,那就是被斩杀。 王启剑的剑没有丝毫的剑风泄露出去, 但是场边的人却感觉到了一股淋漓的杀意。 可以说,王启剑这是真正的杀招, 没有丝毫的比斗成分在里面,这是生死决斗,输了就是死。 曾振霞立即就站了起来,他已经是天级, 他第一个感受到了王启剑的杀意。 他的杀意不是对叶末有仇,或者是别的原因, 完全是因为这一刻,他的眼里只有剑, 任何挡在他剑前的人和东西都会被他搅得粉碎。 场边的人都震撼地看着王启剑的剑花和剑芒, 他们想不到还有这种酣畅杀意的剑招。 叶末被这种恐怖的剑芒烟花包围起来,那哪里还有命在? 第812章 我要杀一个人,绚丽的剑花夹杂着剑芒在叶末身前爆开, 可是王启剑却发现叶末在他的剑气完全爆裂后, 一没有拔剑,二没有躲避。 王启剑心里一惊,难道叶末要找死不成? 就算是明知道叶末会赢的曾振霞和采姬都看得手心一把冷汗, 他们不懂为什么叶末不挡不躲,根本就没有动的意思。 叶末当然不是找死,王启剑虽然修为不错, 但是比起叶末在小世界遇见的冷泉等人来说,还差得太多了。 就算是冷泉当初遇见了叶末,也只有受死的份。 更不要说,现在叶末的修为比当初再次提高了两个档次。 而更多的人只是看见了这团剑花的美丽或者是无处可躲, 他们甚至都在想,这种剑芒根本就是躲不开的。 叶末确实是没有躲,因为他根本就不需要躲。 他两手带起一个半圆的弧度,随着他手带起来的方向, 那些暴烈的剑芒和寒烈的杀气,似乎被叶末着随意的一带, 完全收拢起来。 更好像叶末带起的不是剑芒,而是一团要四散的水花, 这些水花或者水点在他的手里完全被收拢在一起, 最后随着他双手的合拢完全消失不见。 眼力比较高的人,甚至可以看见那些暴烈的剑芒剑气 被叶末两只手合拢在了手心,完全没有办法溢出。 王启剑呆呆地看着自己的剑,心里的震海完全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 他的剑身正被叶末两手夹在手心, 无论他施展出任何内气,剑都一动不动。 换句话说,他甚至都没有办法将手里的长剑折断,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叶末用两只手掌夹住了他的长剑。 王启剑脸色苍白,他输了,只有一招。 不,确切地说是他出了一招。 可以肯定,在现在的情况下, 叶末要击杀他,简直易如反掌。 他想过,如果不敌叶末的情况, 就算是不敌叶末,那也是一番龙争虎斗之后, 但是他没有想过他,输得这么简单。 这么彻底,能这么简单打败他的叶末, 修为该是多么的恐怖。 这样一个人,他之前还当着一个后辈来处理。 王启剑忽然感觉到,脸上一阵的发烧, 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失望。 在半个世纪中,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鼓舞一道, 可是现在却这么容易就被人击败。 他输了,输得太难看了, 输得让他失去了信心。 叶末几乎在加住王启剑手中常见的同时, 就松开了手。 他不想让王启剑太过难看。 王启剑毕竟是一个舞蹈的狂热者。 虽然叶末不是这种人, 但是对这种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 我输了, 王启剑甚至都忘了收回自己的常见, 半赏后才吐出三个字。 此时他心里对自己的评语只有四个字, 坐井观天。 叶末说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他还以为对方年少轻狂, 现在看来对方不但不是轻狂, 而且还是足够地尊重他。 因为他王启剑不仅仅不是叶末的对手, 而是自己根本就不值得叶末出手。 叶末看见了王启剑眼里浓重的失望和消沉, 他暗叹一声说道, 王门主, 你输给我不是你的资质不如我, 也不是你的毅力不如我, 而是你没有理解真正的鼓舞。 如果你对舞蹈依然还有信心的话, 你可以去和曾门主还有采集谈谈。 更重要的是, 一心学武放弃一切, 并不一定就能达到舞蹈巅峰。 就好像, 叶末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会, 这才继续说道, 就好像王门主也不知道九明书院真正的第一高手并不是你, 而是别人。 王启剑听了叶末的话, 想到采集师妹和曾振霞一晚上就可以晋级先天, 心里顿时再次火热起来。 对啊, 或许他对舞蹈的理解并不正确, 采集和曾振霞都跟叶末交情不错, 说不定自己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真正需要的东西。 至于叶末说九明书院的第一高手不是他, 他没有什么不服气, 因为叶末比他厉害得太多了。 只是他没有听出来, 叶末说的是九明书院, 叶末可不是这里的人。 谢谢叶成主。 王启剑负起常见, 对叶末深深的一功。 无论采集能不能给他正确的答案, 但是他却知道他的境界还差得太远。 如今的他和叶末比起来, 就好像一个没有学过舞的小孩和他相比一般。 当初自己也是从小孩过来, 自己既然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就同样可以走到叶末这一步。 此时现场才再次轰的一下嘈杂起来, 大部分人都没有想到竟然是王门主败了。 有些人或许也想到王启剑要败, 但是绝对没有一个人想到他竟然输得如此简单明了, 比斗甚至没有开始, 就已经结束了。 这就是巅峰对决吗? 如果这是巅峰对决, 这对决也太搞笑了些。 王启剑退出演武场中间, 却并没有离开, 而是站在了场边。 他很想知道那个叶末要杀的人是谁, 同时他现在也很想知道为什么叶末说他杀不了那个人。 忽然王启剑心里了一惊, 他想起了刚才叶末的话, 他说的是九名书院的第一高手不是他, 难道在自己的门派还有人比他修为还高的? 当旁伟看见叶末用两只手掌就夹住了王启剑的长剑时, 眼里突然的一阵收缩, 他听说过叶末很厉害, 但是却没有想到叶末竟然厉害到了这种地步。 这几乎不能说是比王启剑厉害了, 这简直就是远远地超越了王启剑的层次。 旁伟想到如果是自己和王启剑动手, 他也可以在瞬间夹住王启剑的长剑, 但所不同的是他了解王启剑的剑法, 而叶末却对九名书院的传承剑法根本就不懂也可以做到。 由此可见, 叶末的修为一点都不会比他低。 想到这里旁伟的眼神阴沉起来, 叶末如此年轻修为就到了这个地步, 可见他身上绝对有秘密。 这种人他绝度不会放过的。 虽然他知道叶末修为不比他低, 但是他相信他可以正面杀了叶末。 而且, 就算是他身上没有秘密, 叶末也必须死。 他旁伟不允许任何一个对他有威胁的存在。 旁伟转过身, 他不会现在对叶末动手, 他必须要在百分之百把握的情况下, 对叶末动手。 可是旁伟刚刚转身就听到了叶末的声音传来, 我来这里除了要和王门主切磋以外,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现场的嘈杂声因为叶末的话顿时止住了, 纷纷都盯着炎武场中间的叶末, 甚至连旁伟都止住了脚步。 叶末平淡的声音传来, 我要杀一个人, 这人就是九明书院的旁伟。 叶末没有解释理由, 他要杀旁伟就要杀。 至于那些理由都不重要。 而且他站在这里要杀旁伟, 也没有人会认为他没有理由。 隐门修为第一的人, 要杀区区一个旁伟, 还需要解释吗? 九明书院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叶末要杀的人竟然是旁伟。 旁伟可以说是九明书院的第二高手, 但是他从来都很低调, 为什么叶末会找到他的头上? 如果说叶末要杀风武, 还没有人这么奇怪, 因为风武落面的机会比旁伟要大得太多了, 得罪叶末的机会同样要大得多。 风武也愣住了, 他想不到叶末竟然要杀修为还在他之上的旁师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叶末弄错了? 叶成主? 旁伟在九明书院是重要人物, 可不能就这样被叶末斩杀了事。 叶末一摆手, 指住了风武的话, 冷冷地盯着旁伟说道, 你可以上来了, 当然, 如果你能在这里将我斩杀, 那是你的本事, 没有任何人会找你报仇。 旁伟缓缓地再次转过身, 他的眼睛愈发眯风起来, 他盯着叶末看了好一会, 这才缓缓地说道, 我在九明书院从来不问什么事情, 不知道叶成主因为什么事情要和我过不去。 叶末忽然手里多了一把齿长的剑, 没有人看出来, 他是从哪里拿出来的这把剑。 他在剑身上弹了一下, 淡然说道, 我就是看不惯你, 想要杀了你, 不行吗? 哈哈, 旁伟哈哈一笑, 忽然张开眯成一条缝的眼睛, 看着叶末讥讽地说道, 叶成主, 这就是欺人到家的意思了。 我九明书院好歹也算是隐门中的大门之一, 你如此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杀人, 难道修为高的人这么乱杀无辜, 目中无人吗? 难怪可以将葫芦谷灭掉, 是不是下一个就是我九明书院? 旁伟的话一说出来, 顿时又是一阵轰然, 果然很多人都盯着叶末, 似乎叶末就是来灭九明书院的, 有的人甚至一等到有人动手, 就一轰而上了。 叶末冷冷一笑, 他看着旁伟说道, 真没想到你还这么会利用人, 就是给你脸, 你不要联络。 二十多年前, 你为了抢夺别人家的一件东西, 将那家人家全家杀光, 并且奸杀三名女子。 莫非你忘记了不成? 采集听到叶末的话, 更是眼中冒火地盯着旁伟, 恨不得马上就冲上去杀了旁伟。 他知道叶末会杀了旁伟, 但是没有想到, 叶末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对旁伟挑战了。 你找死? 旁伟眼里冒出惊芒, 他想不到, 叶末竟然连这种事情都知道, 他到底从什么地方听到的? 而今这事情, 竟然被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出来, 看来自己今天要大开杀戒了, 他不允许任何一个人, 知道他得到了巫神诀。 第813章, 老子让你横, 一旦决定要杀人灭口的旁伟, 再也懒得去挑起别人对叶末的怒火了。 他要杀人了, 所有听见叶末这句话的人, 今天一个都无法逃走。 周围一些人看见旁伟听了叶末话之后的表情, 立即就知道, 事情似乎不是表面的那么简单。 很多已经打算要帮助旁伟的人, 却再次吸了自己的心思。 王启坚看见叶末对阵他的时候, 连武器都没有拿出来。 而对阵旁伟的时候, 却先拿出了他兵器, 顿时心里就是一愣。 难道说, 这个旁伟比他还要厉害? 自己已经是先天了, 旁伟就算是再厉害, 也不过是一个半步先天而已。 可是下一刻, 他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 旁伟勾楼的身子在叶末说完那句话后, 立即挺直起来。 甚至那种矮小的样子, 也一下变得高大了不少。 浑身的气势直线狂飙, 王启坚看得心里一颤。 这一刻, 他终于明白了叶末刚才那句话的意思, 旁伟的修为绝对在他之上, 而且高出来还不是一点两点。 王启坚没有想到, 旁伟如此高的修为, 竟然躲在九名书院不险山露水的这么多年。 如果不是叶末来这里要杀他, 或许永远也没有人知道这人是个绝顶高手。 修为高的人都感受到了旁伟庞大的压力和强大的气势, 他们已经知道了原来旁伟才是九名书院的第一人, 难怪叶末对阵王启坚没有动静。 而对阵旁伟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将剑拿了出来。 叶末对待一个修为几乎和修真助击一般的高手, 当然不敢怠慢。 他虽然肯定旁伟不是他的对手, 却也没有狂妄到轻视对方的地步。 旁伟和离成都市真正的先天不错, 但是旁伟修炼的是巫神诀, 这本宫法叶末虽然没有看, 但是肯定比离成修炼的要高出太多了。 所以他在没有真正交手之前, 是不会有任何轻视对方意思的。 旁伟和王启坚不同, 对王启坚, 叶末是完全知道对自己没有任何威胁。 而旁伟, 他一点都不知道。 采集感受到了旁伟强大的气势压力, 甚至有一种无法呼吸的感觉, 他心里更是震撼无比。 要知道, 现在他已经晋级天际, 而且还处在演武场的边缘, 如果他没有晋级之前去偷袭旁伟, 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好在他没有去做这件事, 否则他现在估计尸骨已寒了。 他没有做这件事, 不是怕死, 而是怕自己死了, 家里的仇恨再也没有人帮他去报。 旁伟只是一步跨出, 他好像只是跨了一小步, 可是众人看时, 却发现旁伟已经站在了叶末的对面。 旁伟这一手, 没有王启坚凌空树杖的那么拉风, 可是同样的震撼人心。 叶末却眼神一阵地收缩, 他清楚这虽然不是传说中的缩地成寸, 但是却有气雏形了, 这是真正的本事。 既然叶成主如此牛, 那旁伟就来领教一番, 只希望叶成主不要没有杀了我, 最后反而被我杀掉了。 旁伟说完根本就不拔背后的弯刀, 对着叶末就是一拳击出, 没有任何的花头和迟疑。 旁伟的拳头刚刚击出, 叶末就感觉到了一种呼吸不畅, 他甚至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整个坤珠峰的稀薄灵气都被旁伟这随意地一拳带动了。 而这一拳带起的这些灵气聚集起魂后凝聚的内气, 击向了自己。 似乎只要他稍微迟疑一下, 他就会被这一拳击地粉碎。 叶末再不迟疑, 也顾不得任何的隐藏, 手里的飞剑已经幻化出来, 同样带着魂后的真元一剑批出。 所不同的是, 叶末用的是自己体内真元, 而旁伟却轻易带动了周围的灵气聚集起来了内气, 高下瞬间可判。 喷一声剧烈的撞击, 马上又发出数声轰, 轰得巨响。 叶末连人带见竟然被这一拳击出树杖开外, 甚至在空中吐出一口鲜血。 而旁伟却不但没有任何事情, 而且连后退都没有。 反而再进一步, 又是一拳击出。 在一边旁观的众人刹那都呆住了, 他们没有想到旁伟竟然这么厉害。 叶末一招击败王起见, 而旁伟却一拳击退了叶末。 这是怎么回事? 一些反应过来的九名书院弟子更是惊呼起来, 转而就开始为旁伟呐喊高叫。 他们想不到自己的门派, 竟然有旁伟这种高手。 至于旁伟间杀人一家的事情, 根本就被忽略不计了。 采姬却心里狂跳, 他紧紧地握住了拳头, 额头满是冷汗, 甚至指甲掐出血来都没有察觉。 当他看见叶末一招击败王起见的时候, 就以为旁伟死定了。 可是他没有想到旁伟竟然这么逆天。 不但一拳将叶末击出数杖的范围, 而且还让叶末吐血。 只有叶末自己知道, 他之所以被击退了数杖的范围, 不是因为他真的和旁伟相差这么大。 而是他吃了旁伟一个暗亏。 他没有想到旁伟竟然可以调动外部的灵气转化内气, 挡住了那灵气转化的内气, 却被旁伟跟在后面的内气全锁伤。 所幸的是,这里的灵气稀薄, 而旁伟的修为有限, 所以他只是吐了一口血。 不过这种情况只有一次而已, 下一次他已经有了防备, 绝对不会上当了。 但是叶末心里却同样吃惊, 要知道, 调动外部灵气对敌听说是元音气以上的高手才能做到的。 而旁伟竟然也做到了, 要是说旁伟的修为已经超越了元音气, 叶末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虽然吃了一个小亏, 但是叶末不怒反省, 因为他已经知道了, 巫神诀是真的非常厉害。 区区一个先天就能击出这么凶狠的一拳, 要知道, 他修炼的还是三生诀。 换句话说, 随便一个练气气修饰来这里, 也不是旁伟的对手。 旁伟的对敌经验竟然非常的丰富, 在叶末没有落下的时候, 第二拳又到了。 不过这第二拳却实实在在的, 是他自己身体的那起修为。 魂后的拳风朝叶末的下盘袭来, 让叶末除了正面抵挡, 没有第二条路。 叶末也知道他除了硬拼之外, 没得选择。 旁伟故意营造出叶末不得不硬拼的形式, 可见他认为自己的内气肯定要比叶末深厚。 叶末这次没有用飞剑, 而是直接用拳头。 他知道飞剑受力小, 利于诡异多变, 却不利于这种硬拼。 刚才他就吃了一个小亏, 更何况他不希望自己的飞剑被打碎。 轰,轰,轰, 两人的拳头再次撞击在一起, 一阵刺耳的骨骼碎裂声音响起, 就是在演武场周围的人都能感觉到 进风刺激的身上的皮肤破裂。 很多人甚至已经开始在流血。 拳风对撞之下, 激起漫天的碎石沙土。 巨大的演武场中间, 被这一拳就激起一个硕大的坑洞。 周围的人看着这种凶狠猛烈的对战, 一个个都鸦雀无声, 心里更是发寒。 或许, 这才是真正的巅峰对决。 叶末原本落下的身体, 被这一拳再次击飞出更高, 庞伟冷笑。 他知道高处不受力, 叶末被他击飞不让落地, 就是他营造出来的。 虽然就算是不营造这种场面, 他相信叶末也不是他的对手, 但是他一向是个谨慎之人, 他希望万无一失地杀了对方。 叶末心里暗叹, 这个庞伟确实了得, 巫神诀真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 竟然如此恐怖。 幸亏他修炼的是三生诀, 如果不是他已经换成三生诀了, 那么今天这里就是他的埋骨之地。 他当然知道庞伟的心思, 要说对敌经验, 庞伟确实不错, 但要和叶末比起来, 差得却不是一条街了。 如果叶末不想往空中躲避, 他庞伟一样做不到将他逼到空中。 庞伟不等叶末往下落, 他双脚在地面一用力, 整个人竟然犹如一个炮弹一般地发射了出来。 给人的感觉, 就是他已经飞起来了。 给我死。 庞伟跃起的同时, 巨大的拳头再次成形, 犹如一个硕大的铁狼头一般 对叶末的下盘再次席劲上。 在所有围观人的眼里, 叶末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庞伟的这一拳, 叶末挡无可挡。 想到庞伟刚才一拳将大理石地面 击出如此大的一个深坑, 再也没有人看好叶末。 一些胆子小的人, 甚至闭上了眼睛, 也不愿意看那种血肉模糊的场面。 叶末却冷笑一声, 他此时根本就不用和庞伟硬听, 踏上飞剑, 直接就闪开了。 可是叶末却不想这样, 他几乎在瞬间就头下脚上 同样的一拳击出。 但是这一拳, 叶末没有留下任何余力, 他所有的真元都集中在这一拳之上, 他就不相信自己修炼三生觉的真元 不如巫神觉内气浑厚。 庞伟看着叶末在空中, 竟然随意地就是这样一拳下来, 心里咯噔了一下, 刚才叶末空中转身似乎太简单了一些。 只是他的念头刚刚到这里, 两人的拳头就再次对撞在了一起。 砰,轰, 剧烈的真气和内气对撞的声音响爆了全场, 其后一些骨骼碎裂的声音再次响起。 噗, 这次却是庞尾一口鲜血喷出, 整个人被叶末从空中打了下来, 落在大理石的地面上将地面撞出一个巨大的石坑。 老子让你横, 冷横一声, 叶末甚至连丹药都来不及吃。 跟下来对着, 还在石坑里面的庞尾同样也是一拳击出。 第814章 以五正道, 砰又是一声激荡的撞击。 一柄弯刀卷着炙热的刀器和叶末的拳风撞击在一起。 庞尾在这一瞬间拔出弯刀挡住了叶末一拳之后, 再次被鸡飞出树米, 凉呛了几下, 差点跌坐在地。 不过他又是一口鲜血喷出后, 这才浑身是血的举着手里的刀冷冷地盯着叶末。 幸亏他在被叶末打入地面的时候, 及时抽出了刀挡住了叶末必杀的一拳。 叶末拿出一颗连生丹丢入口中, 心里也是暗自佩服这个庞尾的硬骨头。 身体竟然坚硬到了这个程度, 可见, 巫神诀是真的不同凡响。 庞尾却知道, 他小看了叶末, 他从未想过在这里, 还有一个人正面硬听将他打败的。 他得到巫神诀的时候, 就知道这是一本无上法诀。 可是现在, 他修炼了几十年, 竟然不是叶末的对手。 他的秘密到底是什么? 他实在不相信, 叶末竟然还有比他还要厉害的鼓舞功法, 那绝对不可能。 周围的人看得如痴呆了一般, 演武会场打斗的时间很短, 可是这很短的时间里面, 却闪现出来了数个版本。 直到现在, 还没有人知道谁会赢下这场比赛。 叶末没有用锋刃, 他知道你庞尾的厉害, 他的锋刃只是浪费真元而已。 放我走, 我知道你不是为了帮人报仇, 而是因为巫神诀, 我可以将巫神诀给你。 庞尾的身上还在滴血, 但是他的语气却异常地平静。 叶末知道庞尾不是在嫁祸, 他应该知道这种货嫁给他叶末, 没有丝毫用处。 在这里,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他的对手。 他根本就没有理睬庞尾, 同样地走到庞尾的面前, 飞剑再次来到他的手里, 频频一剑刺下。 如果说王启剑的那一剑是烟花的合集, 那么叶末这一剑却毫无独特之处, 只是非常简单的一剑刺出而已。 但是几名半步先天以上的高手, 却感觉到了叶末这一剑的杀意。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剑, 却给人一种无处可藏的感觉。 事实也是如此, 叶末刺出这一剑的同时, 已经用真缘控制了庞尾要逃离的方向。 庞尾冷哼一声, 就算是自己落在了下风, 想用内气墙束缚住他庞尾, 叶末也太小看自己了一点。 可是庞尾转眼就脸色大变, 叶末这一剑刺得并不慢, 他刚刚刺出的时候还是一刀, 可是前进一寸的时候, 这剑间却变成了两刀, 又一寸的时候却成了四刀, 八刀, 十六刀, 庞尾心里大害, 不能让叶末继续刺下去了, 他不但看见了这些剑间, 而且还看见了每一刀剑间前面, 同样冒出了剑盲。 叶末的剑盲和王启剑的剑盲绝对不同, 他的剑盲每一刀都带着实质一般的杀意, 看起来没有任何的虚幻。 庞尾再也不敢有任何保留, 他手里的弯刀聚集起全身的内气, 呼啸着朝迎面来越来越多的剑盲劈去。 刀器被内气激荡地四处飞剑, 庞尾却知道, 这是他内气损耗过大, 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刀器的缘故。 一时间剑盲飞翼, 刀器纵横。 咔嚓数声响之后, 庞尾手里的弯刀变成了无数的碎片, 他就是连碎片攻击叶末这最后一招都办不到。 他知道, 如果要比拼内气或者是蛮斗, 他和叶末还能坚持一番的话, 那么比斗兵器, 他已经没有了丝毫的机会, 连逃走也办不到。 而叶末的剑盲却没有完全消失, 在叶末的飞剑勉强被庞尾手里碎裂的弯刀挡住的时候, 他飞剑前面的无数剑盲竟然脱剑而出。 无数道剑盲贯穿了庞尾的身体, 带去朵朵的血花。 这些血花洒落在大理石地面上, 显得绚丽诡异。 叶末伸手凌空, 从庞尾的身上拿出一本极其薄的古朴书册来。 上面赫然有几个古体大字, 巫神诀。 庞尾浑身全是鲜血, 却一时没有倒下去, 他没有看叶末手里的巫神诀, 而是一字一句地问道, 你刚才用的是什么剑法? 叶末想起了在小世界杀了那名男子夺下他剑绝的一幕, 淡然地看了庞尾一眼说道, 我使用的不是剑法, 而是剑技。 是什么剑剑? 庞尾实在是死不甘心, 他竟然在正面打斗中被杀了, 这还是他第一招占尽上风的情况下, 他一定要知道他死在什么剑绝之下, 否则他死不瞑目。 三声剑绝, 叶末说完这几个字后, 再也懒得理睬庞尾, 直接打开了手里的巫神诀。 三声剑绝, 虽然是叶末从一名先天高手手里抢来的, 但是经过他的领悟和修改, 已经成了叶末自己的剑技。 三声剑绝, 庞尾说出这句话后, 再也坚持不住, 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现场一片寂静, 没有人说话, 甚至没有人敢大声喧哗。 叶末和庞尾的打斗, 已经完全超越了他们的心理范围, 简直太过恐怖了。 只有叶末一个人站在广场中间翻书的动作, 虽然只有叶末一个人在翻书, 虽然所有的人都知道叶末手里的那本书非同小可, 可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去抢夺, 也没有一个人敢多一句话。 十几分钟后, 叶末经完全将这本书的内容记住, 此时, 他也同样已经完全明白了古武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本逆天的功法, 与其说是古武功法, 还不如说以武正道的功法。 可惜的是, 这本功法依然不完整。 乌神诀大致分为了四个大等级, 分别是后天、先天、乌境、神境。 其中后天四层分别为黄极、玄极、地极、天极, 也就是古武说的四层修炼功法。 这也是叶末以前所了解的四个层次。 而先天分为三层凝血、开尘、灵慧。 叶末估计离城和这个旁尾都属于先天中的凝血层次。 乌境同样分为三层忌骨, 蛮魂、 乌王。 而神境却是残缺的。 也就是说, 这乌神诀最多也只能修炼到乌境的乌王而已。 叶末和其手里的功法侧子, 他感觉手里的侧子对他很有用处, 他已经收集了很多的古武功法。 虽然先天之上的古武功法只有这一本, 可是叶末相信, 凭借三生诀, 他绝对会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修炼架构。 这应该是一本炼体的功法。 叶末虽然不打算炼体, 但是他既然有了这种功法, 也没有打算放弃。 在修真界, 炼体的功法不少, 但是很少有人去选择炼体, 一个要消耗大量的资源, 第二个要消耗大量的时间。 而修真者连修炼的时间都不够, 又有谁会将时间浪费在炼体之上? 叶末将乌神诀收了起来, 然后对广场上的众人抱了抱拳说道, 叶末就此告辞, 以后有机会大家再相聚。 说完他不等别人说话, 抬脚就是一步跨出, 很多人刚想说话, 可是看见叶末这一步跨出后, 立即就惊骇地闭起了自己的嘴, 一个个张大了嘴巴, 都不敢相信地看着叶末站立的地方。 他们清楚地看见叶末第一步跨出的时候, 还有背影, 第二步跨出的时候, 他的背影已经暗淡下来。 当他第三步跨出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如果不是大白天, 如果不是众多的人都在广场之上, 他们还以为这闹鬼了。 现场顿时再次鸦雀无声, 没有人敢去想叶末已经修炼到了什么地步了。 这简直不是人力能施展的手段。 一些个别还对乌神爵有些小心思的人顿时都闭上了嘴巴, 有谁敢去叶末这种人手里抢夺乌神爵。 王启剑嘴角更是苦涩, 他知道叶末比他高出很多, 可是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很多竟然是这么多。 他更没有想到, 一直以来九名书院的第一高手, 竟然根本就不是他王启剑, 而是庞伟。 虽然他不知道庞伟要来这里做什么, 但是一想到庞伟如此厉害的手段, 要杀他王启剑简直犹如杀鸡一般。 虽然他王启剑不怕死, 但是他同样不愿意将九名书院的鸡叶毁在自己的手里。 此时他竟然有些感谢叶末, 他看了看不远处一脸失落的采姬, 忽然说道, 采姬师妹, 我想找你有些事情, 现在有空吗? 采姬清醒过来, 他看了看王启剑说道, 对不起, 师兄,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要不你去问岑大哥吧, 我有些不舒服, 我先去休息了。 说完采姬抱拳, 直接先退了下去。 当叶末斩杀旁伟的时候, 他几乎要跪在地上告诉死去的爹娘, 大仇一报。 这一刻, 他甚至不知觉地泪流满面, 可是当叶末转身而走的时候, 他竟然有了一种空虚感, 他甚至不知道接下来应该去做什么, 他一下子就失去了人生的目标。 除此之外, 采姬心里还有些难过, 他不是想要叶末手里的巫神爵, 既然他都同意给叶末了, 就没有要的心思。 可是叶末说过给他, 竟然连一个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了, 这让他心里有些伤感。 哪怕叶末问他一句, 要不会这本书, 他心里或许也好受一些。 采姬回到自己的房间, 昨晚一夜没睡, 今天他确实想休息一会。 可是当他脱下外套的时候, 却发现一本古朴的小册子, 正插在他的那衣小袋里面。 第815章, 灭北沙, 如果不是因为几年前的政变, 斯殿作为一个非洲的岛国, 甚至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 但是那场政变后, 斯殿改了国号为北沙, 并且大力发展工业, 特别是军工厂。 只是最近几年时间就淋漓起来。 北沙立国的第二年, 就发射了自己的卫星, 第三年就生产出了世界一流的战斗机, 第四年更是启动了航母的制造计划。 他们的科技发展速度, 很多人都说已经超越了落远。 如果不熟悉斯殿的人, 甚至都以为斯殿多年前, 就已经开始组建这些生产线了。 所以现在, 只是随意地拿出成果而已。 熟悉斯殿的人都知道, 这绝对不可能, 因为斯殿根本就是一个落后的, 不能再落后的岛国而已。 北沙和洛越的政府架构有些不同, 他们的君主立宪和别国的完全不同。 在北沙的君主, 就是北沙王。 北沙王却和别国的国王不同, 他有绝对的权利, 要说是一个独裁者也可以。 洛越在向廉仲和会提出制裁北沙的第一时间, 北沙的政府就已经知道。 此时北沙最高的议会中心, 几乎所有的高层领导都在。 北沙王更是一名看不出来年龄的黑脸男子, 只是现在他阴沉的脸色让他的黑脸愈发得难看。 会议室里面寂静得有些可怕, 没有任何人出声说话, 甚至大家只能听见身边人呼吸的声音。 东方首相, 你的计策失败了。 这阴沉脸色看不出来年龄的男子打破了现场的沉默, 只是他的语气有些冰冷。 东方唐心里微微一寒, 他虽然有自己的计划, 但是经过这些年的相处, 他感觉北沙王的城府并没有那么简单。 东方唐站了起来, 对北沙王俱乐的公然后才说道, 我的计策没有任何问题。 唯一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叶末消失了十几年, 竟然又回到了洛月。 为此, 我东方家在洛月被灭门。 东方唐心里也是郁闷非常, 按照他和东方望的计策, 只要再过个一年, 甚至是半年, 洛月就可以兵不认险地被和平拿下, 最后和撕殿一样。 根据他们的策略, 洛月将由东方望掌控, 那么, 东方望将会和他联合起来灭掉北沙王, 让自己占据北沙。 这样一来, 虽然兄弟两人有矛盾, 但是兄弟两人一人掌控一个国家, 最后再慢慢地吞噬别的地方。 至于兄弟两人的争执, 两人协商好了, 等处理了外患后, 再讨论西唐王的归属问题。 其实, 如果不是为了东方加上古以来西唐王的继承, 一旦有了北沙, 东方唐都不想去和东方望争夺那个西唐王了。 理想是美好的, 可是现实却如此恶心, 就在他们兄弟认为几乎要成功的时候, 失踪十几年的叶末竟然回到了洛月。 以叶末的威势和被洛月信赖的程度, 竟然在半天之内就完全再次掌控了洛月, 还将东方家派去洛月的人全部扫干净, 没有任何的迟疑。 他们东方兄弟两年的心血完全白费, 所以他很郁闷。 至于通过隐门陷害叶末, 那已经是没有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叶末一到私殿就扫到了北沙高层的会议中心, 看见会议室里面的人,他顿时高兴起来, 他来这里主要是灭掉北沙那些高层的。 他没有想到, 在这里会看见东方堂, 虽然没有找到东方望, 能杀掉东方堂也是一件好事。 叶末进入北沙政府大楼, 一路所有的北沙士兵全部被他斩杀, 他没有丝毫的留情。 当叶末真正大开杀戒的时候, 才发现这里的高手确实是不少。 甚至有三名半步先天, 七名地级舞者还有数名玄级舞者, 黄级更是众多。 除此之外, 还有十几名低级的异能者。 可以说, 除了叶末外, 这个政府大楼几乎没有任何个人力量能攻进来。 这里的实力太强悍了, 叶末甚至在想, 这些实力如果全部投放到落月去, 在许平和旭月华没有晋级天际之前, 落月还有没有力量去阻挡。 叶末不知道北沙有什么资源, 竟然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培养出这么多的高手, 这简直太让人震撼了。 或者这些高手也不是他们培养的, 是别的隐门加入的。 随着叶末的杀入, 北沙的政府大楼死的人越来越多, 消息也传了出去, 北沙的权力中心顿时惶恐起来。 私电的反政府武装也都动了起来, 他们原来被镇压得死死的, 现在有人攻击北沙的新政府, 他们哪里还不会去利用。 一时间, 北沙新政府的工厂和军工机构都开始暴乱游行示威, 而正在开会的一群北沙政府领导得到消息后, 却发现会议室出口已经被人挡住。 至于那些卫兵和守卫, 已经一个都不见了。 叶末站在会议室门口挡住了所有人的去路, 外面的爆炸声和嘶叫声传来, 叶末无动于衷, 就好像没有听到一般。 是你? 叶末。 东方堂还在想着北沙王将要给他多大的怒火时, 却发现叶末竟然无声无息地来到了北沙的核心所在地。 听到东方堂说出叶末两个字后, 会议室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 眼里都露出巨色, 显然他们都听说过叶末的事情。 北沙的政府大楼的实力多强悍,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 而如此强悍的防守, 对方竟然能走到会议室门口, 可见那些外面的护卫高手都难以幸免了。 叶末扫了一下这里的人, 最后才看向了黑脸的北沙王, 却发现这家伙竟然是一个异能修炼者。 对异能修炼者, 叶末不是很了解, 他只是从薛华那里知道了异能有十级, 至于具体怎么划分, 却一无所知。 但是叶末却知道, 北沙王这个异能者绝不简单, 那只是一种感觉。 他遇见过一个八级的异能高手, 但是那个高手绝对不是北沙王的对手, 而且相差甚远。 叶末没有和北沙王动过手, 所以感觉到北沙王不简单后, 他并没有一来就动手, 他要动手, 就不能让这家伙跑了。 叶末, 久仰你大大名, 但是, 你也不是没有来历的人物。 你占有落月如此大的地盘, 是我北沙的数十上百倍, 为什么你还要和我北沙过不去? 黑脸的北沙王看见叶末后, 脸上反而没有了刚才的阴沉。 叶末哈哈一笑, 忽然抬手就是一道锋刃, 一名要从后面窗户逃走的北沙官员 被叶末这一道锋刃劈成了两半。 血腥气味在会议室蔓延开来, 会议现场立即就变得鸦雀无声。 很多人甚至在发抖, 刚才要逃走的那人是一名地级初期的高手, 这种人在叶末手里竟然随手就斩杀了, 没有人敢再动一下。 叶末看了看北沙王, 冷笑一声说道, 既然知道我们各不相干。 你为什么要派人去落月夺取落月的政权? 为什么还要去杀隐门的人嫁祸给我? 当初老子在北极遇见炸弹, 也是你这个垃圾做的吧? 北沙王第一次被人骂成垃圾,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但是他依然没有发作。 而是冷静地对叶末说道, 这些事情和我无关, 从开始我就没有打算要对付落月, 也没有打算要对付你。 我对叶成主是真心实意的钦佩, 没有半分恶意。 不等叶末讥讽出声, 北沙王指着东方唐说道, 对付你和对付落月都是他出的主意, 这是一条恶狼。 他之所以加入我北沙, 目的只是为了夺取我北沙的权利而已。 因为他想建立自己的势力, 无论你是否相信, 我可以告诉你, 东方唐其实是西唐王的后人, 野心非常大。 我数次反对他的意见, 可是因为他带来的人实力并不低, 我一直没有把握铲住他, 所以一直虚与尾仪。 就算是叶末明知道北沙王胡扯, 但是也被北沙王这番话震惊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东方唐留在北沙的目的, 他没有想到北沙王竟然也知道。 看样子, 聪明人不是只有东方家的人, 将别人当成傻瓜, 他自己才是傻瓜。 会议室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让他们呆住的不是东方唐氏西唐王的后人, 说实在的, 这里也没有人知道谁是西唐王, 让所有人惊诧的是北沙王的话, 这简直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他还说什么, 数次反对东方唐的意见, 这根本就是胡扯呀。 其实北沙王最信任的人就是东唐, 每次东方唐提出的意见, 他都说东方兄弟说得对。 我赞同东方兄弟的话, 什么时候反对过半句? 东方唐更是目瞪口呆地看着北沙王, 他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就像一个傻瓜。 他同样的第一次感觉到在北沙王面前, 他就是一个小丑。 正因为感觉到北沙王对他是百分之百的信任, 他才愈发膨胀起来。 现在想来, 原来人家开始就知道他东方唐来的目的, 就明白他东方唐的尾巴。 只是因为一直要利用他东方唐, 这才没有下杀手而已。 此时他可以肯定, 就算是叶末今天不来, 落月被东方兄弟灭掉了, 那么他东方唐也无法夺取胜利果实。 甚至东方旺都被这个人算计了。 东方唐不是傻瓜, 相反他是很聪明的人, 他已经明白了其中的缘故, 当东方旺和东方唐合伙谋定落月的时候, 就是他东方兄弟死的时候。 以北沙王的本事和魄力, 他肯定可以杀了东方兄弟, 夺取落月。 感情北沙王就一直没有放弃过落月, 更没有将落月送给东方旺的打算。 东方兄弟, 充其量只是他手里的两把刀而已。 北沙王却不等东方唐继续想下去, 他手里忽然多了一把手枪, 对着东方唐的额头就是一枪。 一朵血花飞起, 东方唐带着不甘心倒在了座位上。 第816章, 追杀北沙王, 多谢叶成主, 捡出了东方唐的党羽, 我才可以杀了他。 北沙王杀了东方旺后, 竟然将手里的枪放了下来, 并没有对叶末开枪。 好像叶末真的是来帮助他的, 会议厅里面的人都完全看不明白了。 北沙王一向对东方唐非常的信任, 而现在竟然想也不想, 就开枪杀了东方唐。 如果换一个人, 手里有枪肯定是第一时间对叶末开枪, 而不是对东方唐吧。 因为在座的人都知道, 北沙王手里的枪可不是一般的枪, 完全可以射杀半步先天高手的。 更让会议室里面众人奇怪的是, 北沙王如此浅显地讨好计策, 竟然在叶末这里生效了。 叶末微微一笑, 对北沙王点了点头说道, 很好, 感谢就不用了。 能帮北沙王做点事情, 也是我的荣幸。 不过我调查过, 这里其余的人都是东方唐的党羽, 所以, 原来是这样, 我差点被这些人骗了, 北沙王脸上露出横色, 再次开枪, 直到他连续杀了三个人的时候, 其余的人才反应过来, 纷纷要逃走。 而北沙王竟然在这个时候不见了。 叶末心里一灵, 他一直关注着北沙王, 现在他的神石, 竟然没有抓到北沙王的踪迹。 叶末想过北沙王很多逃跑的方式,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 此人竟然可以在他的神石底下逃走。 他之所以让北沙王杀人, 而不是自己动手, 就是怕他动手的时候北沙王逃走。 可没有想到, 他时时刻刻地盯着北沙王, 也让对方逃走了。 叶末再也无法停留在这里, 他一通风刃发了出去, 数个火球在会议室爆炸。 这栋不久前, 还是北沙最豪华的政府大楼, 立即就被一团大火包围住。 虽然知道这个大楼里面, 有很多重要的机密资料, 甚至是科技设计方案, 可是叶末已经没有心思去管这些了, 反正一把火也会完全烧完。 此时, 他的神识全部集中在了周围二十里地的范围, 就算是一只蚂蚁, 他也不想放过。 几分钟后, 叶末开始急躁起来, 他根本就没有发现北沙王。 如果打起来, 叶末有把握杀了北沙王,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以北沙王这种伸手都不愿意和他打, 甚至是一下都不是, 反而一心逃走。 他或许在杀东方堂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想要他杀了其余的人了, 所以他趁杀其余人混乱的一瞬间逃走。 如果北沙王真的是这样想的, 那么此人绝对是比东方兄弟还要厉害的一个家伙。 这种人要是逃走了, 以后对落月报复起来, 叶末甚至都不敢想象。 叶末在同一时间, 就踏上飞剑在丝殿的上空飞掠了一遍。 此时的丝殿已经陷入了一片混乱当中, 北沙的高层被叶末斩杀一空, 各个组织纷纷出来抢权。 叶末却没有心思去管这些, 当他转到试殿外围的时候, 心里已经愈发焦急了。 拖得时间越长, 就意味着他抓住北沙王的机会越少。 就在叶末接近海面的时候, 一道犹如光线一般的影子 从叶末的神石边缘一闪而过, 叶末想都没想, 立即就跟了上去。 叶末的速度已经达到了最快, 可是那道影子依然若有若无, 在前面水里急奔。 那影子有些像潜水艇, 可是比潜水艇不知道要小了多少了, 最多只是两米长的一个菱形而已。 如果不是两头尖尖, 这根本就是一个棺材模样。 可是这个两头尖尖的棺材速度竟然越来越快, 以叶末的速度也无法接近半分左右。 此时叶末已经确定, 这个菱形潜水棺材就是北沙王逃走的东西。 他心里也是暗自佩服北沙王, 竟然设计出来的这种逆天的东西。 这种东西远远地超出了地球现在的水平, 叶末不用看就知道, 这必定是叶星留下来的设计。 唯一让叶末不懂的是, 北沙王是怎么上的这个潜艇, 是怎么骗过他神石的, 他又是怎么从会议室逃走的。 北沙王此时却比叶末还要郁闷百倍, 他在叶末无声无息杀了外面庶民半部先天和地级高手。 来到会议室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逃走了。 他已经知道, 他不是叶末的对手。 他的强项不是战斗, 他的强项是隐匿和畸变, 当然最强的是逃跑。 他有把握自己逃走的时候, 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追杀他。 可是他想不到, 他这种逃跑本事, 竟然还甩不掉叶末, 叶末还在后面跟着。 此时他终于明白一个道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他就算是建立了全球最大的国家, 控制了全球的军队, 也是枉然。 以叶末的本事, 要杀他肯定是轻而易举。 他不知道叶末是如何能保持跟住他的, 但是这短短的逃跑时间, 已经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观。 原本他以为, 这个世界能杀他的人根本就没有, 叶末也不行。 哪怕他控制的势力全部输了, 他要逃走, 一样可以逃走。 可是现在, 他才明白, 竟然真的有人可以追上他的潜艇。 而且, 无论他如何改变方向, 对方都可以跟得上。 两个小时后, 叶末见感吃力, 他现在已经没有了晶圆丹, 虽然他还有许多的药材, 可是还没有炼制成丹药, 一旦他的真元耗尽, 那么, 北沙王还真的有可能逃出他的神识范围。 相比之下, 北沙王控制的菱形潜艇, 肯定是什么能源控制的, 根本就不消耗自己的力量。 叶末怕的就是, 一旦他的真元耗尽, 北沙王回头和他硬拼, 他却大势吃亏。 但是就这样放走北沙王, 他绝对不会担心。 又是一个小时过去, 北沙王估计在海里也绕得不耐烦了, 竟然开始靠岸了。 叶末的神识清楚地看见, 北沙王将潜艇靠近一处沙滩, 他的人冲出潜艇, 立即就消失不见。 原本叶末还不敢冲上去, 因为真元消耗太大, 他怕贸然上去会吃了北沙王的亏。 现在北沙王离开了潜艇, 叶末立即就冲了上去。 他甚至没有看潜艇里面的状况, 立即就将潜艇收入戒指。 这个时候, 他已经来不及检查潜艇了, 北沙王的影子一闪而过, 叶末的神识紧紧地盯住他的影子, 丝毫都不敢放松。 好在北沙王的速度虽然快, 但是叶末的神识依然不断地可以察觉他的身影。 就算是叶末现在, 也不得不佩服北沙王的速度, 叶末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 他用的是飞剑。 而北沙王似乎完全凭借两条腿奔跑。 就算是他有异能, 就算是他的异能是盾数, 但是如此快的速度依然让叶末扎舌。 北沙王显然也知道, 叶末在追他, 更是不回头地逃逸。 而叶末虽然真缘消耗太大, 但是却坚韧地不想放弃。 叶末现在可以肯定, 就算是世界上最快的动物, 比起此时的北沙王来也相差甚远。 叶末甚至怀疑, 北沙王是不是借住了什么东西。 叶末肯定如果他不借住飞剑, 他在地面上的速度 比北沙王的十分之一都远远不如。 不要说他, 就算是一个铸鸡器的修饰 在地面上跑起来的速度, 也远远不如北沙王。 从一路追来的情景, 叶末可以看出, 北沙王上岸的地方是缅甸。 两个人一追一逃,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叶末却感觉到两人再次追到了华夏地界。 叶末脸色苍白的手里握住一颗零石, 就要落下飞剑。 因为他实在坚持不住了, 再追下去, 他必定要重伤一场。 可是叶末却发现北沙王同样地停了下来, 他竟然坐在了地上, 可见他的消耗一样的厉害。 叶末心里一喜, 立即减缓速度飞了过去。 在离开北沙王还有几百米的地方, 叶末就停了下来, 并且缓缓地恢复真元。 可是这个时候, 北沙王再次站了起来, 叶末心里一惊, 即将成功的时候, 他岂能让北沙王再次逃脱。 但是叶末抓起飞剑的时候, 才发现他的真元消耗得太厉害了。 就算是找个地方安静地恢复, 也不是一时半会就可以的。 说不定也要一两天的时间。 北沙王站起来, 却并没有继续逃走。 他看着叶末哈哈, 一笑说道, 叶末, 你竟然可以飞? 可笑我还以为你, 最多只是和我差不多而已。 如果我知道, 这个世界真的有人会飞, 我绝对不会去建立北沙。 叶末没有理睬北沙王, 他又往前走了三百米, 在距离北沙王只有十几米的地方, 再次停了下来。 叶末, 如果我不对你的落叶动手, 你还会不会飞杀我不可? 北沙王似乎没有感觉到, 叶末越近他就越危险。 叶末喘了口气说道, 不会, 我是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你已经屡次犯到我了, 我最后悔的事情就是, 去挑衅你。 我真的没有想到, 这个世界, 竟然真的有人会飞, 竟然是真的, 北沙王眼里露出绝望。 他看着叶末说道, 我最后, 想求你一件事, 叶末冷笑一声说道, 道不同不相为谋, 求我做事, 你就别做梦了, 受死吧。 说完他的飞剑, 就已经寄了出去。 对北沙王, 叶末是有很深的忌惮, 只有先杀了他才是最稳妥的事情。 虽然他的真元神是消耗太过厉害, 但是十几米的地方, 斩杀北沙王应该没有问题。 第817章, 奇怪的探险小队, 飞剑在接近北沙王脖子的瞬间, 叶末有了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他根本就来不及查看原因, 立即闪身避开。 痴痴树声轻响, 挤到血木地光芒, 直接射穿了叶末刚才站立的地方, 同时, 叶末的飞剑带起了一盆鲜血。 北沙王的人头落在地上, 接连滚了数米, 才停了下来。 叶末扑通一下坐倒在地, 就算是他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他的腿部还是中了一枪。 光束直接贯穿了他腿部的肌肉, 血迹立即就染红了裤脚。 叶末拿出一颗连生丹吞了下去, 止住了血迹, 虽然他现在还不能聚集真气疗伤, 不过有了连生丹这伤势看起来吓人,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坐在地上的, 叶末遇了口气, 心里暗自庆幸, 如果他不是当机立断, 就用飞剑杀了北沙王。 一旦让北沙王手里的那种激光束枪打起来, 他真气匮乏, 最后可能真的要被北沙王反杀。 有的时候, 生死只是那一瞬间而已, 如果不是北沙王胆寒了, 不敢第一时间对叶末开枪, 那结果还真的难以预料。 叶末肯定当他刚来到北沙王面前的时候, 北沙王不是第一时间说话, 而是直接开枪, 他不死也要退层皮。 或者说, 他没有第一时间对北沙王动手, 等北沙王看出他的疲惫后, 立即开枪的话, 他一样的难逃厄运。 叶末稍稍恢复了一点力气, 慢慢地走到北沙王的面前, 捡起了他手里的那把枪。 不用看, 叶末也知道, 这就是当初他给落影的那种枪, 只是这把效果更厉害而已。 用的能源不用说, 也是极能晶石。 当叶末在将目光看向北沙王的时候,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北沙王能跑得这么快的原因了。 这和他的异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关系。 北沙王的两条腿此刻已经完全粉碎了, 叶末肯定他没有对北沙王的腿动过手。 北沙王的腿粉碎, 那是因为他的腿上绑着几乎已经完全耗尽的两张芙蕾。 叶末小心地拿起两张芙蕾残渣, 和在一起看了一下, 立即就脸色一变, 是承担之后的修真者才可以画出来的符录, 叫神行符。 难怪北沙王能跑得这么快, 他竟然有神行符。 而且看样子, 还是高级货色。 叶末已经明白了, 如果是换成一个鼓舞者, 或者是一个炼气器的修士, 用了这种符录, 他今天肯定追不上。 可惜的是, 北沙王的等级虽然高, 却是一个异能者。 异能者靠的更多的是自身的潜力, 而不是修炼出来的内气和真气。 所以他充其量, 只是发挥了神行符的小半作用而已, 最后还因为他的腿夹不住, 变成了粉末。 北沙王从什么地方弄到的神行符? 叶末很想知道, 可是他知道这个秘密, 估计只有北沙王一个人能清楚了。 叶末的神识, 再次在北沙王的尸体上扫了一遍, 最后又从他的口袋里面, 找出一张更小的符录。 顿符? 叶末心里更是一惊, 如果说低级的神行符, 他还可以炼制出来。 但是, 顿符, 就算是符录大师, 没有到达一定的程度, 也没有办法炼制出来。 因为炼制顿符的符录大师, 必定要会一种顿术。 而且叶末知道他手里的这张顿符还不一般, 和神行符一样, 都是属于高级货色。 此时叶末终于明白了, 北沙王为什么会从他的眼前一次就消失了。 那是因为, 他有这种符录, 看样子还不是一张。 可惜的是, 北沙王没有办法发挥出顿符的最大效果。 而且, 第二张顿符, 他竟然没有办法激发了。 叶末心里暗教侥幸, 如果北沙王激发了第二张顿符, 他还真的不一定能抓得到它。 不过北沙王的腿坏了, 他迟早能找到这家伙的。 北沙王拥有顿符, 也拥有神行符, 可见, 他绝对发现过一个修真遗迹, 而且还是一个档次不低的修真遗迹。 叶末心里暗教可惜, 不过福获难言。 如果他知道, 北沙王有这么一个修真遗迹, 肯定不会第一时间杀了他。 那么真气酷迹的他, 最后很有可能栽在北沙王的激光树枪下。 叶末仔细地搜寻了一下北沙王身上的东西, 没有发现储物设备。 不知道是他在修真遗迹里面没有发现储物设备, 还是储物设备没有放在身上。 叶末在戒指里面找到一枚火球符, 将北沙王的尸体全部焚毁, 这才缓缓地离开这处山谷。 虽然他已经杀了北沙王, 同时也灭掉了北沙, 但是到现在, 他连北沙王叫什么, 来自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建立北沙一无所知。 但是叶末也没有在意, 他对这些不想知道, 他现在只想找个地方恢复真缘, 然后再去南疆万国山。 只是叶末刚刚做完这些事情, 就发现五人背着一个大包走了过来, 三男两女。 叶末不想多话, 他坐了下来, 准备等这五人走过后再起来。 虽然他真缘已经耗尽, 但是他还有神石, 还有几张火球符, 甚至还有一把极能金石控制的激光树枪, 这五个人对他来说根本就不够看。 尽管这几人对他没有威胁, 但是叶末还是用神石扫了一下。 让叶末吃惊的是, 这五人竟然有四人是黄极舞者。 而有一人竟然已经是玄极巅峰, 就是说随时可以跨入地极的存在。 难道现在修炼鼓舞这么简单了? 自己随便遇见的几个人都是修炼鼓舞的。 让叶末惊讶的是修为最高的那名玄极巅峰, 却是其中最魅的一个女人, 她身后的包最小, 但两根背包袋子竟然将她胸前的两团挤得好像随时都会出来一般, 端是诱惑无比。 再加上她魔鬼一般的脸蛋, 更是让她旁边的那两个黄极男子 不时地用眼光瞅一下她的胸口, 然后再咽一下口水。 更让叶末惊讶的却是另外一名女子, 四十多岁, 相貌一般, 黄极后期修为, 可是叶末偏偏认识她。 这个女人叶末见过, 就是叶末当初在旧金山的时候遇见的黄梅。 当时她还是红武帮的军师, 听说后来还找过自己, 只是没有找到后, 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没想到她竟然出现在这里。 而且, 鼓舞也到了黄极后期。 除了这四人外, 还有一名男子同样的是黄极后期修为, 不过此人年纪看起来有五十多岁了, 脸容粗狂, 却一言不发, 只是低着头走路。 她的背包后面挂着两只肥兔, 估计是路上顺便列到的。 叶末看见五人走过来的方向, 正是她坐下来的骨口, 她要离开肯定会被这四人发现, 而且黄梅还认识她, 所以她只是低着头。 等这几人走过, 咦? 这里怎么还有一个人? 还受伤了? 那名年纪最轻的男子却发现了叶末, 立即叫了一句。 五人此时都已经看见了叶末, 纷纷停了下来, 叶末无奈之下只好说道, 我是一个探险者, 因为受伤了, 所以在这里休息一会, 你们请便。 此时天色已经黄昏, 在这个四面全是山的地方, 一个人突兀地坐在山谷中间, 还说自己是探险者, 并且没有向别人求救, 这本身就是很诡异的事情。 啊, 黄梅忽然惊叫一声, 叶末心里暗叹, 她应该认出自己来了。 怎么了? 没见? 那名修为最高, 漂亮丰满的女人, 诧异地看着黄梅问了一句, 并且眼里有一些疑惑。 黄梅的表情瞬间就恢复了过来, 她有些尴尬地说道, 这个人受伤, 这么晚了留在这个山谷, 如果我们不管她, 我怕凶多棘手。 是啊, 是啊, 梅姐你心地真好。 那丰满的女子, 扑扇着会说话的媚眼, 忽然从口袋里面, 拿出一个精致的小绣花布袋, 又从绣花布袋里面, 拿出一颗残豆大小的丹丸, 递给叶末说道, 这是疗伤的药丸, 你吃了吧。 叶末接过药丸神时, 停留在这个女人手中的布袋里面, 却没有说话。 这女子见叶末接下药丸, 立即咯咯一笑说道, 弟弟, 你运气可真好, 我们也是探险的。 我叫封烟齐, 暂时是队长, 要不你先和我们一起走吧。 这里是横端外围, 一个人晚上留在这里很危险。 别说不怕哦, 我知道你是修炼鼓舞的, 虽然还没有晋级黄吉, 但是你肯定自认身手不错吧。 其实我们几个, 虽然这女人后半句话没有说出来, 可是叶末已经听出来了。 那就是说, 他们这五个人随便一个都比他厉害。 只是他靠近叶末说话, 一声弟弟叫出来, 软糯妹妹的声音夹着香风, 让人几乎无法拒绝。 见叶末不说话, 这叫封烟齐的女子再次说道, 诚哥, 要不你来搀扶一下。 叶末摆了白手说道, 不用了, 我自己还可以走。 说着他立即站了起来, 但是叶末此时心里却完全没有他的表面这么平静。 这个叫封烟齐的女子, 拿出药丸的绣花布袋里面全是蛊虫, 各种各样, 花花绿绿。 难怪他可以看出自己是否练过武了, 他肯定对血气这方面很了解。 听封烟齐说, 这里已经是横端外围, 也就是说, 这里也靠近南疆了。 在靠近南疆的旁边, 有一个带着一堆蛊虫的女人, 叶末几乎不用想, 就知道, 这个女人是万古门的弟子。 见叶末站起来, 并没有吞下那个丹丸, 封烟齐更是咯咯一笑说道, 哎呦弟弟, 你还怕我害你啊, 放心我给你吃的不是春药, 是疗伤用的。 再说了, 就算是给你吃了春药, 最后吃亏的也不是你啊, 最多是我和梅姐吃亏而已。 哥哥, 叶末脸色平静, 他发现, 那名五十来岁的男子也是脸色平静, 黄梅脸色微微红了一下, 倒是那两名稍微年轻点的男子脸上露出一些不愉快。 第818章, 心思各异, 黄梅看了一眼叶末, 忽然开口说道, 燕琪妹子, 现在天色已晚, 要不今晚我们就在这里驻扎, 明早再赶路怎么样。 封烟齐若有异味地看了一眼黄梅, 燕然一笑说道, 好啊, 那今晚就在这里驻扎好了。 梅姐可真体贴人, 哥哥, 听了封烟齐的话, 几人都没有任何意义, 纷纷从身后的大背包里面拿出帐篷。 叶末却发现他们的帐篷虽然不大, 可却是每人一个。 四个帐篷很快就完全安置起来, 除了叶末, 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地盘。 封烟齐看了叶末一眼, 娇笑着说道, 弟弟, 我们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要不今晚你就去我的帐篷好了。 叶末却摇了摇头说道, 我叫莫莹, 只是在野外也住惯了, 晚上就睡在外面也行。 在叶末看来, 如果封烟齐是万古门, 就算是赶他走, 他也不会走了。 他正想去万古门, 现在到好, 来了一个带路的。 封烟齐也只是随便说了一句, 见叶末没有同意, 也就咯咯笑了一声, 莫莹弟弟脸皮还很薄呢, 也没有再邀请叶末进入他的帐篷。 黄梅却拿了一把简易的五面折叠伞递给叶末, 让叶末凑合着过一晚上。 那名不怎么说话的男子却主动升起了火, 很快就将两只野兔烤熟了。 吃饭的时候, 叶末也分到了一块兔肉。 但是叶末知道, 五名古武修炼者不可能无缘无故地走到一起, 他们能走到一起只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这些人要寻找什么极其重要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这些人都是被封烟器忽悠过来的。 吃过饭后, 个人都进入自己的帐篷, 叶末也打开了黄梅弟弟他的折叠伞。 他很想知道这些人来这里的原因, 但是却没有主动问。 他知道这种事情最好不要问。 进入帐篷休息的五人很奇怪, 没有一点生意, 但是叶末的神识却清楚地可以扫到个人在做什么。 五个人没有一个睡觉, 那个烤兔肉的中年男子进入帐篷后就开始修炼, 而黄梅却皱着眉头沉思着什么, 另外两名男子一人在修炼, 另外一人却有些坐立不安。 一个小时后, 封烟齐忽然走出帐篷, 他来到那名叫着陈哥的帐篷外小声地叫了一句, 陈哥, 你睡了吗? 陈哥立即就打开帐篷, 一脸欣喜地走了出来说道, 我还没呢? 烟齐, 你进来坐坐吧, 我们讨论一下明天的线路。 好啊, 好啊, 不过我想去方便一下, 只是这漆黑一团的, 封烟齐忽然扭捏地说了一句。 陈哥立即就明白了封烟齐的意思, 心里顿时狂喜, 封烟齐要去方便, 没有叫黄梅, 却主动叫他, 这不是对他有意思是什么。 他几乎想都没有想就说道, 要不烟齐, 我陪你去吧, 那麻烦你了。 封烟齐立即点头同意, 两人随即就悄然地离开了帐篷, 外面又平静下来。 叶末的神识跟着封烟齐和那个陈哥, 他知道, 以封烟齐玄机巅峰的修为, 绝对不会因为害怕而不敢去方便。 再说了, 只是去方便一下, 有必要走那么远吗? 而此时叶末的神识再次发现, 黄梅也走出了帐篷, 他一身黑色的衣服, 不仔细看还真的不注意。 叶末以为黄梅要去跟踪封烟齐, 顿时想要提醒他一下。 以封烟齐玄机巅峰的修为, 黄梅去跟踪他, 那是找死。 猜测封烟齐是万古门的弟子后, 叶末就知道, 他绝对不是一个善良之辈。 可是让叶末惊讶的是, 黄梅并没有跟踪封烟齐, 而是进入了封烟齐的帐篷。 叶末的神识稍微一扫, 就知道封烟齐的帐篷里面有一大堆不经意的记号。 黄梅虽然不笨, 可是那些记号,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发现。 果然, 黄梅不断地将封烟齐布置下来的记号破坏, 最后却在他的帐篷里面, 放下了一个黄豆大小的监控头。 叶末这才明白, 黄梅已经开始怀疑封烟齐, 但是他却不敢肯定, 所以要来收集封烟齐的形式记录。 但是他面对封烟齐还是太嫩了一点, 可以说等封烟齐回来, 黄梅进来的事情他肯定知道。 果然黄梅放置好了摄像头, 立即就离开了封烟齐的帐篷。 叶末无奈地站了起来, 他对黄梅的印象不坏, 决定帮他一把。 他的真元已经恢复了一些, 此时施展了一个隐身术, 同样进入了封烟齐的帐篷, 将黄梅破坏的记号再次还原。 这些记号在叶末的神识下, 根本就没有办法遁形, 完全被叶末一一还原起来。 叶末回到折叠伞时, 才发现黄梅并没有去自己的帐篷, 而是来到了他的折叠伞。 黄小姐, 别来无恙啊。 叶末看着黄梅微微笑了一句, 没有提刚才的事情。 黄梅却对叶末说道, 叶城主,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末笑了笑说道, 其实这句话也是我想问的。 你怎么会在这里? 黄梅叹了口气说道, 当初我离开旧金山之前, 我还找过你。 我喜欢谋略和两军对垒, 只是我投奔错了时代, 和投奔错了人。 朱鸿生不是一个做大事的人, 我离开红武帮准备投奔你的, 只是你神龙剑守不剑尾, 我一直没有找到。 后来我被北沙的人带走, 不得不跟着北沙做事。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好像在北沙没有看见你啊。 叶末刚刚灭掉北沙过来, 如果黄梅在北沙的话, 她肯定不会看不到的。 黄梅却不知道叶末这话的意思, 而是苦笑着说道, 我自己并不愿意留在北沙, 后来我在北极的冰盔岛附近执行一个任务, 从监控画面上我才知道, 原来那个任务要害的人是你。 我心里对你是很钦佩的, 所以我很想帮你一把, 最后我杀了那几个人, 只是没有想到有一个人临死的时候, 还是引爆了炸弹。 叶末愣住了, 她想不到在当时的爆炸后面还有这样一个人在帮她, 这可是九死一生的帮忙啊。 只要稍微想一下, 她就知道黄梅当初的处境。 虽然她不知道黄梅是怎么逃走的, 但是她肯定黄梅说的是真话。 此时叶末心里却有些温暖起来, 黄梅和她素不相识, 却能这样帮她, 无论她是怎么想的, 这都是一份人情。 就算是当初她并没有真正地帮到自己, 自己也必须要成了这份人情, 更何况叶末隐约觉得黄梅已经帮到她了。 本来我想帮了你以后, 就去落月施展报复的, 可惜我没有帮到你。 虽然几年后, 我得知你没有死的消息心里高兴, 却也没有了去落月施展报复的决心了。 后来听到你失踪, 我就更是没有了想法, 黄梅的语气有些伤感。 叶末忽然站起来对黄梅弯腰施了一个礼, 黄梅心里一惊正想说话的时候, 叶末却说道, 不, 你已经帮到我了, 如果不是你当初的帮忙, 或许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叶末这个人。 叶末终于明白了, 按理说他转身的瞬间引爆炸弹才是最合理的, 就算是反应再迟钝, 也不可能延迟十几秒钟, 原来是因为黄梅帮他争取了这十几秒的时间。 如果不是黄梅, 他当时已经被最中心的炸弹包围了, 那是必死无疑, 因为那炸弹的威力他早就见识过。 看见黄梅疑惑的样子, 叶末诚恳地对黄梅说道, 梅姐, 你救了我一命, 当初如果不是你帮我延迟了十几秒的时间, 我肯定逃不出那个炸药洞穴。 不等黄梅说话, 叶末再问道, 梅姐, 你修炼的是鼓舞吗? 黄梅却知道叶末的厉害, 虽然不知道叶末为什么受伤了, 可是他本身就聪明绝顶, 现在叶末一问, 他就知道叶末应该想报答他。 他立即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我修炼的是鼓舞, 因为后来知道, 你失踪后, 我也没有了要谋略天下的想法。 于是我游览了天下名山, 后来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一本修炼鼓舞的功法, 就开始修炼鼓舞。 先帮你测试一下灵根。 叶末拿出测试仪器, 他心里想的是, 如果黄梅有灵根的话, 他不介意教黄梅修真。 无论怎么说, 黄梅都就过他一次。 什么是灵根? 黄梅下意识地问道。 叶末刚想回答黄梅的话, 他的神识就扫到封烟齐脱下裤子蹲在地上, 似乎真的在方便, 那个陈哥竟然就站在他的面前。 而封烟齐竟然丝毫都不躲避那个陈哥, 显然这是在故意引诱陈哥。 封烟齐雪白硕大的臀部, 突然出现在叶末的神识里面, 让叶末顿时有些不自然起来, 有心要收回神识, 可是他知道,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收回神识。 看着封烟齐裸露的翘臀, 叶末竟然有了一些反应。 他赶紧给自己一个寝神诀, 心里暗叹, 这都是宋映竹害的。 回来的那几天, 每天都和宋映竹滚床单, 宋映竹估计是对叶末的思念压抑得太久, 所以, 每次都是毫无保留的奉献和索取, 似乎要将失去的全部找回来一般。 在叶末的几个女人当中, 宋映竹是最开放大胆的一个。 如果说落影田径, 清雪火热, 小韵温讯, 那宋映竹就是毫不顾忌了。 看见叶末的脸色有些不大自然, 黄梅立即问了一句, 你怎么了? 我这里有商药, 你要不要? 叶末回过神来, 连忙说道, 没什么, 只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事情。 黄梅却一脸的疑惑, 她感觉叶末的脸色有些扭捏, 似乎想到了一些很私密的事情一般。 第819章, 重口味的枫烟旗, 竟然是土木双灵根? 叶末看了黄梅的灵根, 心里也有些惊讶。 按理说, 地球上灵气匮乏, 有灵根的人不多, 可是她已经发现, 好多有灵根的了。 而且还以双灵根为主, 只是不知道落影和清雪是什么灵根。 什么土木双灵根? 黄梅又奇怪地问了一句, 叶末没有隐瞒黄梅, 直接对她说道, 黄梅, 当年感谢你救我一命。 你现在修炼的是鼓舞, 如果你还想修炼鼓舞的话, 我有一部顶级的修炼功法, 绝对可以让你修炼到先天之上。 黄梅绝对是智力站在顶端的一群人, 她听了叶末的话后, 立即就知道叶末这话, 还有言外之意。 虽然她内心深处已经狂喜, 可是依然平静地问道, 那是不是说我不想修炼鼓舞, 还有别的办法?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是的, 如果你不想修炼鼓舞的话, 那就和我一样, 修真。 修真? 黄梅重复来了一句, 她从未听说过什么是修真。 叶末迟疑了片刻才说道, 你听说过先人吗? 那不是传说, 现在之所以没有先人, 那是因为地球的灵气匮乏, 没有办法修炼到飞生。 简单地说, 修真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飞生成仙, 当然, 这个机会却少之又少, 就算是修真, 十万个里面也不一定有一个可以飞生。 叶末说这句话的时候想的是落月大陆, 她在落月也生活了二三十年, 可从未听说过有人因为修真飞生的, 只是不知道在其余的星球, 是不是有人可以飞生。 按理说, 如果没有任何人能飞生的话, 仙界也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话却没有必要对黄梅说。 什么? 黄梅被叶末的话震撼地呆滞住了, 半场都说不出来一个字, 过了好久, 她才颤抖地说道, 我要修真, 我一定要修真, 黄梅的骨子本来就是一个热血之人, 她根本就闲不住, 所以才会选择违别的势力出谋划策, 哪怕是黑帮也在所不惜。 现在有比谋斗更适合她性格的修真, 她又怎么会不同意, 几乎不等叶末说第二遍, 她立即就要求叶末教她修真。 叶末点了点头, 刚想将修真的细节和知识, 说给黄梅听, 却看见封烟旗已经完全和那个诚哥搅合在一起了。 好疯狂的一个女人, 原本那个诚哥忍不住她的挑逗, 从封烟旗的后面抱住了她。 可是不等诚哥进入, 封烟旗进入主动回过头来, 将诚哥暗倒在地, 并且极力地在诚哥的身上耸动起来。 这完全是一个疯狂无比的女人。 叶末看着那个诚哥躺在坚硬的石头上, 不知道此时她是享受还是受罪。 不过看她的表情, 应该是享受居多吧。 师父, 那你说啊。 见叶末皱着眉头, 似乎在想什么心思。 黄梅打断了叶末的思绪问道。 哦, 好。 叶末回过神来, 有些尴尬地看了黄梅一眼。 那个你不用叫我师父, 就直接叫我叶末好了。 修针和修炼鼓舞, 其实开始大致相同, 都是打通经脉, 形成翘穴, 然后再不断地打通翘穴, 你既然知道修炼鼓舞, 那么, 你对全身的经脉, 应该很清楚。 叶末说道, 这里再次顿住了, 他惊讶地盯住那个诚哥, 他清晰地看见, 在封烟旗身下的诚哥, 身体渐渐地干扁下去。 似乎他身上的血液, 自动地消失了一般。 或者说, 他的身体破了一个洞, 最后身上的血液都流走了。 叶末没有用神势扫两人的私处, 也知道那个诚哥全身的精血, 都被封烟旗, 通过这种交合, 吸进了身体。 诚哥的身体越来越干扁, 而封烟旗的脸色, 却越来越红艳, 而且身上的气势也越来越高昂。 叶末想起了修真界男女双修中的歹毒功法。 双修有的是双方都受益的, 有的却是其中一方受益, 通过双修吸干另外一方。 而封烟旗的办法, 和这种通过交合吸干另外一方, 根本就没有任何区别。 封烟旗不是修真者, 他当然也不可能通过修真功法, 去吸干成歌。 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蛊虫。 他的体内肯定有一个蛊虫, 当和男子交配的时候, 捕虫从他的私处吸干男子的精血, 然后用于他的修炼。 一想到这里, 叶末忽然感觉到一种恶心, 刚才的反应完全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时想到, 封烟旗这个女人的口味, 还真的不是一般的重, 如那个诚哥一般现在犹如木乃伊一样的身体。 他还有兴趣在他身上不断地耸动。 可见, 他不将那个诚哥榨干的一点不剩, 是绝对不甘心的。 叶末此时终于明白过来, 看样子, 这个冒险小队都是封烟旗找来的, 目的只是为了他修炼而已。 难怪他要找鼓舞修炼者。 这个时候, 叶末倒是在想, 外面的鼓舞修炼者这么少, 竟然被他一下子找到四个,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找到的。 这个女人是一个有本事的女人啊。 同时叶末又想到, 封烟旗找来男子, 要通过这种办法吸取精血。 那么他, 为什么要找到黄梅呢? 难道他还能和黄梅用同样的方法不成? 想到这里, 叶末下意识地看了看黄梅。 黄梅感觉到了叶末的眼光, 同样下意识地抖了一下, 他好像感觉叶末的那个目光有些古怪。 而且叶末说说又停了, 似乎又在想什么东西, 而且还看了看他。 叶末意识到自己的失礼, 立即说道, 明天晚上, 我去你那里, 正式传你修炼。 黄梅感觉到叶末晚上似乎有些事情, 听了叶末的话, 也站了起来。 他看了看叶末说道, 你要小心那个封烟旗, 我总感觉他有些古怪, 我们一行六个人一起来的, 在进入山里的第二天, 就死了一个同伴。 叶末听了黄梅的话, 倒是愣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 封烟旗下手这么快, 今晚的陈哥竟然是第二个人了。 你怎么找到他的? 或者说, 你们怎么走到一起的? 或者说, 你们来这里有什么目点? 叶末惊讶地问了一句, 可是他刚问完这句话, 就感觉到封烟旗身上的气势再次攀升。 这个女人吸收了一个黄极舞者的精血, 竟然突破到了地级。 黄梅刚想说话, 叶末打断了她的话, 立即说道, 你先回你的帐篷, 这些话明天晚上再说, 封烟旗马上就要回来了。 你怎么知道? 黄梅下意识地问了一句, 不过他不等叶末回答, 立即就对叶末点了点头出去了。 他是一个聪明人, 叶末能知道肯定和他的修真有关系。 果然黄梅刚刚回到帐篷, 就听见封烟旗间叫一声, 并且跑了回来。 叶末和黄梅, 还有另外两名男子都走出帐篷, 却发现封烟旗衣衫不整地跑了回来, 一边跑孩, 一边叫着, 赶紧去救银朱。 怎么回事啊? 烟旗? 另外一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第一个跑出来问道。 封烟旗立即说道, 银朱落下悬崖了, 快, 快去救他。 他眼里的惊慌和焦急, 让人恨不得立即飞过去, 将银朱就回来。 小陈怎么了? 一直不怎么说话的那个中年男子, 却主动问了一句, 似乎他心里对此事是真的很关心。 几人急匆匆地跟着封烟旗来到附近的一处悬崖边, 却发现矿灯照下去, 这里根本就看不到底, 别说救人了, 就算是白天一个人下去, 也很难。 陈英柱怎么从这里落下去了? 那名三十岁左右的男子, 语气也有些古怪地问道, 叶末的神识, 扫到他的脸色同样有些不大好看。 封烟旗擦了擦眼睛说道, 晚上我想去方便一下, 可是一个人又有些害怕, 就让陈哥陪我一起。 后来在那边我方便好了后, 刚站起来就不小心扭了一下, 一直站在旁边的陈哥急忙上来抱住我, 你在悬崖边方便。 黄梅奇怪地问了一句, 封烟旗扭捏地说道, 不是, 我方便的地方离开这里还好远, 只是我刚起来的时候扭了一下, 陈哥就来抱住我, 因为我的裤子还没有系好, 陈哥他, 众人都沉默, 所有人都知道封烟旗话的意思, 而且, 陈英柱确实一直很关注封烟旗, 显然对他不一般。 封烟旗却似乎没有在意别人的想法, 依然说道, 我扭了几下, 陈哥却抱得越来越紧, 后来我有些把持不住, 就, 没想到我们激动之下, 居然到了悬崖边都不知道, 结果陈哥一脚踏空, 居然掉下去了。 是我害了陈哥, 叶末心里暗叹, 这个女人的表演水平还真的不一般。 如果不是他的神识清楚地看见封烟旗将那个陈哥弄死后, 拎到这里丢下去, 他甚至也相信了这个女人的话。 不过这个女人至少有两句话是真的, 第一就是他把持不住, 和那个陈哥发生了苟且的关系, 第二就是他害死了陈英柱。 听了封烟旗的话, 众人都表示了沉默, 大家都是因为一个目的来到一起的, 让人半夜三更去这悬崖下面寻找一个人, 那没有谁愿意做的。 那名三十来岁的青年人却脸色很是阴沉, 他想不到陈英柱竟然坚守自盗, 避开他主动和封烟旗搅合在一起了。 同时他也有些不齿封烟旗, 明明是一个漂亮丰满的女人, 偏偏要喜欢陈英柱那种男人, 还大晚上在外面乱搞。 我们先回去吧, 这个大晚上, 根本就没有办法救英柱, 明天早上再说好了。 那中年男子最后打破了大家的沉默, 主动说道。 黄梅却在回去的路上插了一句说道, 我听说在大山里面有一种引路神, 会让晚上在山里走路的人, 不知不觉地走到自己不想去的地方, 特别是女人, 阳气不重, 容易中招。 啊, 风烟旗听了黄梅的话, 居然惊叫了一声, 下意识地看了看叶末。 第820章, 恍然, 啊, 风烟旗听了黄梅的话, 居然惊叫了一声, 下意识地看了看叶末。 黄梅虽然修为比风烟旗低了不少, 可是却并不会比风烟旗笨, 而且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女人。 她听到风烟旗压了一声, 就想说话, 立即知道她说这句话的目的, 已经在第一时间就被风烟旗捕捉到了。 但是, 她在风烟旗开口利用这句话之前, 立即再次说道, 莫颖, 要不晚上你去我的帐篷吧, 我有两个睡袋, 不然晚上在这山谷里面, 我真的是害怕了。 众人听了黄梅的话后, 都是一愣, 黄梅和她们一起, 也有好多天了, 但是她们了解的黄梅, 却是一个很保守正派的女人。 虽然她长得一般, 没有受到骚扰, 但毕竟也是一个五官端正的女人, 而且身材也不错。 这样一个成熟女人, 邀请一个男的, 去帐篷里面过夜, 就算是不多想, 也会多想。 封烟旗同样也是愣住了, 她听了黄梅的话后, 心里倒是一喜, 她正想找叶末和她住一个帐篷的, 黄梅的话简直是送礼来的。 虽然她不会在帐篷里面吸取惊喜, 可是找一个结实又不难看的男子, 和她一起睡, 晚上也好有事情做。 而且这个莫颖虽然受伤了, 但身上的气息很好闻。 她倒是不介意, 让这种男人占点便宜。 况且, 刚刚和陈英住一起, 她还远远没有进行。 可是她没有想到, 她的话还没有说出来, 黄梅却主动邀请莫颖去她的帐篷。 叶末暗赞黄梅聪明, 这样提出来的话, 她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去黄梅的帐篷了, 而不用找别的借口。 倒是不怎么说话的中年男子, 奇怪地看了一眼黄梅。 说实在的, 黄梅虽然四十左右了, 可是因为修炼鼓舞看起来, 也不过才三十出头而已。 而她邀请的这个莫颖充其量只是三十不到, 这样两个人在小帐篷里面住一晚上, 大家不用想, 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而是黄梅平时看起来很正派的一个人, 居然也有这种想法。 不过, 大家也没有意义, 虽然诚哥的帐篷多出来了, 可是没有人提出让叶末去那个帐篷, 毕竟这种事情愿打愿挨, 没有人能干涉。 更何况, 那个帐篷还不一定吉利。 叶末当然知道黄梅叫她去帐篷什么事情, 她还没有自恋到黄梅要对她献身。 在将修真法绝交给黄梅之前, 叶末询问了几人相识的经过。 从黄梅这里, 叶末也得知了为什么五个古武修炼者会凑在一起了。 原来这是封烟旗通过一个地下的古武拍卖, 会将众人联合起来的。 主要目的就是去万国山寻找一个古武遗迹。 叶末现在已经知道, 封烟旗的目的只是找几个练功的活食物而已。 黄梅就算是再聪明, 估计也想不到这一点。 而且一听到万国山, 叶末立即就明白了封烟旗不但是万古门的弟子, 而且还是那仅存的六名核心弟子之一。 封烟旗这么一说, 你们都相信了? 黄梅很聪明, 她应该不会这么容易, 就相信封烟旗吧。 黄梅摇了摇头说道, 我当然不会相信, 可是她拿出来了一个很古旧的铁牌, 那个铁牌上刻画的地图确实是有一个古武遗迹。 而且她还去过, 只是因为有的地方是需要四五个人共同出手才可以打开, 这才约了我们几个。 萧大哥也确认过那个铁牌, 那真的是古武遗迹的地图。 还有一个黄梅没有说出来, 她都快40了, 眼看自己得到的古武功法, 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晋级。 还不如和封烟旗一起去冒险一次。 叶末知道, 黄梅说的萧大哥就是那个年纪最大的中年男子萧水。 不过对黄梅说的铁牌地图, 她倒是想起了当初被她杀掉的盐无量。 想到这里, 叶末从戒指里面拿出一个铁牌, 对黄梅说道, 你们见过的铁牌是这种吗? 黄梅一把抓过叶末手里的铁牌, 立即惊讶地说道, 你怎么也有这种铁牌? 封烟旗的铁牌和这一模一样。 叶末听了黄梅的话点了点头, 她已经确定这个封烟旗百分之百十万古门的那几个核心弟子之一了。 她回去万国山就是为了参加那个什么黄金神谷的争夺。 你们对封烟旗了解吗? 你知道她的修为如何? 叶末跟着问了一句, 黄梅听了叶末的话倒是愣住了。 她很快就反应过来, 看着叶末问道, 你也怀疑封烟旗? 我很怀疑她, 只是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不出来, 我想她应该和我的修为差不多了吧, 至少是黄极后期了, 和你的修为差不多? 叶末冷笑一声说道, 她已经是地级初期修为了, 要杀你们几个简直易如反掌。 什么? 黄梅这次真的是被叶末的话惊住了, 一直和他们一起的封烟旗竟然是地级修为。 地级修为? 黄梅难难地说了一句, 对她来说, 玄极就已经是高不可攀的所在了, 地级修为简直是传说中的存在。 叶末点了点头说道, 没错, 就是地级修为。 不过她的地级修为也是今晚刚刚提升的, 她应该是万古门的人通过蛊虫这种方法修炼, 速度比起普通的舞者来说要快了很多。 见黄梅还没有完全消化她的话, 叶末又问了一句, 你知道今晚的那个陈英柱是谁杀的吗? 黄梅一听叶末的话, 就在知道叶末的意思。 她再次惊骇地说道, 你说陈英柱是封烟旗杀的? 她为什么要杀人? 黄梅虽然有些怀疑, 可是她想到封烟旗根本就没有理由杀人了。 叶末诞生说道, 她有一万个理由杀人, 陈英柱不过是开始而已。 我刚才已经说了, 她是万古门的弟子, 通过和男子交配来吸取男子的精血, 提升自己的修为。 被她吸光惊血的人, 当然只有死路一条了。 黄梅听了叶末的话, 脸上青红变幻, 不知道在想什么。 她也不明白既然封烟旗要的是男子, 为什么要将她也找来了? 不过这话, 她没有办法问叶末, 在她心里已经知道。 如果不是遇见叶末, 那么她说不定死了, 还不知道怎么死的。 漂亮美貌无比的封烟旗, 竟然是如此一个独蟹女人, 这让她不由自主地有些打寒战。 她完全明白第一个队友意外失踪, 肯定也和封烟旗有关系。 眼看气氛有些尴尬, 黄梅忽然想起来了什么, 立即说道, 我现在可以看见她在做什么。 说完黄梅拿出一个数码相机, 打开后, 里面果然有封烟旗在帐篷里面的画面。 叶末的神识当然早就看见了, 不过她还是说道, 以后你不用在封烟旗的帐篷里面放摄像头, 只要你去过她的帐篷, 她就能知道。 不可能, 我每次去都很小心。 而且的摄像头很小, 又是无限, 黄梅下意识地反驳道。 叶末摇了摇头说道, 我倒不是说她发现了你的摄像头, 只要你进入过她的帐篷, 那么她就会发现。 似乎为了验证黄梅的话, 数码相机里面的封烟旗在帐篷里面转了一圈后,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骚货今天竟然没有来我的帐篷, 这可真是奇怪, 叶末听了封烟旗的话, 就知道黄梅不是第一次去封烟旗的帐篷了。 她不等脸仗得通红的黄梅说话, 就主动说道, 今晚你去的痕迹, 我帮你抹去了。 不过黄梅还没有回答, 封烟旗却再次说道, 这个骚货倒是会享受, 将一个小白脸交到帐篷里面去快活, 老娘的男人, 老娘要你好看, 啪哒一声, 黄梅气得将手里的监控屏幕用力关起, 脸色却胀得通红, 见黄梅要将监控屏扔掉, 叶末伸手拿了过来, 这东西蛮高级的, 就留给我好了, 扔了蛮可惜的。 黄梅也平静下来, 她将手里的监控设备交给叶末, 腿然说道, 没想到我平时看到的情况都是假象, 这个女人可真会装。 对了, 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叶末摇了摇头, 没有回答黄梅, 但是她心里暗想, 如果不是她昨晚的神识, 看见封烟旗够当, 甚至也会以为封烟旗说的是真的了, 这个女人真是太能装了。 现在, 我来教你修真, 叶末的话直接让黄梅精神一震。 当黄梅接触到修真, 然后听说还有小事件, 还有修真界的时候, 更是完全实话了。 叶末说的每一件事, 都大大的超出她的理解范围。 如果说出这番话的人不是叶末, 如果不是她亲眼看见叶末手里出现一团火球, 她肯定以为这是假的。 一夜时间就在叶末的骄和黄梅的穴当中度过。 第二天清晨, 众人起来各自纷纷收拾了自己的东西, 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要去寻找陈英柱。 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 这么高的悬崖落下去, 那是百分之百没有命在了。 倒是封烟旗见众人都不提去找陈英柱, 反而将陈英柱帐篷和东西收起来, 拿到悬崖边大哭一场, 全部火化了。 如果是平时, 封烟旗如此悲痛的样子, 黄梅说不定也心有所感, 可是自从昨晚听了叶末的话 和监控头传来的画面后, 她已经彻底地明白封烟旗是什么人了。